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2日 今天看到凤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最早是澎湃新闻发表的 也就是江苏省委书记主持扬州市干部会议 省纪委书记也来到了扬州 为什么要带纪委书记 就对那些官员有可能彻职查办的 所以把他们吓坏了 8月11号 这个卢勤俭江苏省委书记一把手 就主持了在扬州主持了会议 搞什么呢 争分夺秒 抓紧防疫 因为现在这个扬州的疫情比较的严重 这个据官方媒体的报道 说是扬州8月10号新增本土病例54例 此次本土疫情已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448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个情况比加拿大轻多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的兴师动中 有可能是数字造假 也有可能是中共搞得比较极端 总之现在扬州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封城了 今天看到新唐人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了扬州的情况 由于新唐人的主持人 直接接到了来自扬州的一些视频的信息 还有电视的画面 似乎显示扬州情况非常严重 不像官方讲的这么少 这么少的数字 因为什么呢 因为江苏各地已经派出了4000多名医疗人员 你想支援这个扬州 那说明扬州出现的问题肯定比这个严重啊 尤其是说是在江苏的泰安 淮安 镇安 严惩多地 都已经开始接受来自扬州的隔离人员 这种强制的隔离采取什么手法呢 采取极端的镇压人权的 践踏人权的办法 把患病的老百姓当成敌人一样 有的分在家里出不去 甚至衣食住行都出了问题 吃饭都成了问题 这里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例 尤其是新闻看点 新唐人的主持人叫李沐阳 他收到扬州一个民众的爆料 是当初武汉住户家门被封死 分配的食物没人配送 居民哭死求救的情况 说在扬州又重演了 而且发生了跳楼事件 有的人倒在楼下 现场有一个图片 看来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食物没有了 有人希望爬下去 结果最后不幸的 坠楼身亡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种极端的 所谓隔离的办法 不是最好的办法 在中共治下 人民如草芥 世间如地狱 而且最可悲的 有一些老年人 他虽然有手机想求救 但他不会打字 只好在里边流言痛苦 这个声音 听得非常令人难过 这篇文章讲说是 时间是8月10号 扬州市巴黎金港小区的一个女子 因为受不了长期的封门 导致精神崩溃 跳楼了 这是另一期 你看好几期 他这篇文章里面就两起图片 可以作证 是真的 原因是什么 就是封门之后 在食物分配这方面 无法满足老百姓的要求 一个是短缺 再一个说是人员不够 配送人员不够 有的时候食品 放在小区门口 都已经臭了 因为你知道食品的东西 放在阳光下 一会儿它就贬值了 根本不能吃 吃了以后又要拉肚子 生病 说是有的人 没有办法在房间里 就吃这样的食品 最后导致他的身体患病 甚至不敢吃 怕拉肚子 清洗也不方便 所以大连小孩 网上哭诉求救 这篇文章讲到 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 被封闭在家族 饮食物短缺在网上哭救 说求求你们能不能送点青菜 给我们吃 说小孩天天吃 盐巴煮细饭 可怜我的孩子 这是今天网上看到的截图和消息 这是新唐人视频的截图 你看 现场情况非常严重 这还有一张截图 应该是这些消息恐怕还是有来源的 不是随便编造的 正因为这样 那么再来看看官员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你看这个楼秦简 他这个8月11号召开的所谓会议 他提出了一个什么观点呢 使人听了以后感到就是匪夷所思 他说什么呢 这次要扑灭这个疫情 是重大的政治责任 你看上升了政治高度了 而且他讲了三个排比句 你看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你说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这个就是好好地为群众服务 赶快一个是把他们找一个地方 搞这个隔离 适当的隔离 然后给他们准备好 这个吃住行都准备安排好 对不对 为他们服务 怎么能和判断力扯上去 领悟力执行力整过去 这扯到哪去了 是不是 这表明什么 表明是孙孙兰来了 他们要顺从上街 孙孙兰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 发现疫情就把门给你定上 不让你出来 这就是什么领悟力 什么是战队 这就是战队 判断力 判断准确 孙孙兰是最大的官 北戴河都在开会 领导只有他 70岁老太 东北老太到处跑 要判断他是最大的官 听他的话 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要领悟力 领悟领导这个意思 你要如果不按照我的干 官就没有了 你执行力 就是这些官员 这个要无养威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完全有的就是在践踏人的人权 甚至有的就是在变相的 我认为就是在草菅人民 太可怕了 但是你看 他现在这次审理界领导副书记 省长吴正龙也去了 副书记张敬华 常委这个监委会主任 纪委书记王长松 那就准备去抓人了 谁要是不听话 就要对下边的官员开抓 你看中共这个搞得 扬州这次这个事件 给人的感觉 就像搞了一场政治运动一样 原本就是一个防疫嘛 是不是啊 安部就班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以前都有过教训 有过经验 为什么还要这样 就是他我认为 主要是政治体制的原因 上面一句话 下面就必须执行 把这个患病的老百姓 甚至有的没患病 就是这个核酸检测 可能是阳性 或者是家里有的人有事 他本人没有事 结果都整到一起 给他们关起来 把这个家门给你封上 封上以后 那不等于成了拘留所了吗 成了监狱了 是不是 这本身就是非法拒紧罪 但是这种寻思妄法行为 竟在大行其道 省委书记 请人到现场去指挥 统一指挥 你就可以看 在中共这个统论下 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非常可怕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这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网站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